每一个高手 事必精通一门武功 为了我车诸神 可以博通天下武学 责于是剑法阴人 应该用肃童鞭托他 上官应该唱法大开大十 对付他用恶美奔水词 只要比手唱达三脚的龙剑片 对付他用枝短的匕首 闻书 那如果对付福与剑呢 福与剑 福与回来第七集 一战奴教殿 宴迹 宁见天大大步地走到阵线 和上官应的手紧握在一起 杀时之间 所有的误会恩怨都冰消瓦解 两人的握手 正是代表着奴教帮 新救两代人重新建立一种关系 当主 当之无啼 宁大叔 我 当主 奴教坊 右前助首领 林战天请战方横海 上官应一听 他即时明白 不愧是林战天 才能打射随军上 先逼这个方横海 决战一场 好过直接硬陷车 专顺 而且 看来林战天对付 方横海 十拿九韵 他希望用这一箭 来提振 路交帮这边的士气 好 准你所请 车 专顺这边 不是不知道林战天的利害 但是刚才 他守恨一大沙臣 是自己跳行出来的 如果不断退缩 肯定就没了面 没办法 叫一挥手 表示给方横海出战 别看方横海 对着宅与时 上官应这帮 年轻的 懂得耀武扬威 但是实际上 对于林战天 浪翻稳 你的路交道的前辈高手 他很顾忌的 所以赤专顺一挥手 他都不等林战天准备好 马上伸人一标 举起昏水翅 向着林战天直射过去 分明想打林战天 他措手不及 哎呀 方横海偷襲啊 推落出来 这个帅公 这么算我们零手做 简直 简直无恃之极啊 路交帮帮帮帮帮 纷纷渴买上来 林战天好像根本 都不摆在心上这样 看着那位方横海的来勢 突然间一抖腰间 墙边 赤一声 他站在腰间 那条长达三丈的 鬼缩前边 马上被他抖得 好像赤均那样直 一点 向着方横海的面 直点过来 哎呀 来得很快啊 方横海 下跌一跌身 赤一声 墙边 打着他面 一飞过 但是跟着 林战天的手一抖 衝一声 远边的边头 在后面转了个弯 向着方横海的后心 直钉过来 哎呀 厉害啊 方横海 吓得马上向前连轮了几轮 刚刚以为 已经避开了远边 龙爪的范围了 正要站起来 先 零战天的出来一抖 本来硬得像铁棍一样的软边 立刻就变得 好像整条大网蛇一样 在半空中 一抖 坐着就向个抖打下来 哎呀 帝家伙啊 方横海 马上地下 连续滚了成十几轮 这样才一旦站起身 一个鲤鱼打成 哎呀 好彩啊 终于脱离了鬼属龙爪的范围 但是零战天 哪里会让你吐气啊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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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那条远边 好像真是一条 神出鬼的鬼属一样 前后左右上下高低 围着方横海 一路不断不断不断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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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水尺和远边 连续撞击成十几下 是这次 宁战天 只是吐定在墙中 抖动鬼属墙边 即时 就已经将个方横海 打到满墙乱走 东炮西寸 都不知道多么狼狈 这么打 哪里有得赢先的 再打下去 恐怕还是累 都要累死这个方横海 你一下 路交帮那边 掌声雷动 欢呼震天 一轮到专信门 这边 咳都不敢咳一声 人人都很紧张 看着方横海 方横海 这个时候 颜头也冷汗直飙 他知道 不断打下去 肯定是有死无生 他肥忍一咬牙 是 他卖过破阵 左手的昏水尺 稍微一晚 咔声 鬼属前边 打在手上 当堂将一条昏水尺 也打打掉了 但是 后着这个机会 他的右手 也会坐在里面一斬 连着一条昏水尺 一手就将 凌千天的远边 垫在手腕那里 凌千天出来一抽 方横海 还令一压 当堂将那条 鬼属远边 压得不极 这一下就变成了 比拼耐力的局面 大家都看到 方横海 凌千天 两个人 各自拉着鬼属转边 一头 吹动内径 向着对方直攻去 那条软软软软的转边 一会儿就被他们抖到不极 一会儿就像抖动起 一个又一个波浪一样 不过这时 这专信已经看出来了 自己手下这六大杀臣的势力 比起这个凌千天 还会差上一筹 现在方横海 要跟他比拼耐力 那么分明是有死无生 不行 一定要救他下来才行 因为这阵时 方横海面上 已经露出了 非常辛苦的神色 反而凌千天那边 依然显得充荣不逼 这阵时方横海 知道输了 凌千天面面 默默的内径 正是不停地冲击他身体的精密 他觉得心口 好像被大天旗 不停地 砰 砰 砰 一下一下地 勾结住 打到全身 气血翻涌 眼看住 不用过得多久 他肯定就已被凌千天的内径 迫到全身 根默进犬 跟着流血 而忘 跟着 林箭天 我和你 八哥 方横海都够狼死了 他忽然坐着一掌 打一掌 戴自己的右手手腕那里 打一掌 本来跟林箭天 比拼了耐力的右手 忽然间 整半次手臂 一飞 飞出来 连在手上 握着那条昏水尺 撤 好像离原之前一样 带着一同血鱼 向着林箭天 直飞过去 原本因为他两个人 各自拉起一头 拉得很直的那条鬼索 忽然间 好像 弹弓松了一样 整条鬼索 连在那只断手 向着林箭天的心壳 刀撞过来 林箭天 大了声 来得好 忽然间 用了另一手 是要坚决的一拔 拔出一把短短的匕首 撮力一挡 啪一声响 带着血与飞过来 他透心刺 和那只断手 被他一起击到地下里 你一箭 大获全声了 林箭天 你好 我方横海会 记住你的 方横海都算难撑 自己点了自己的月位 制止你先血电流 然后 先咬牙齿齿 向后退回 本阵阵中 林箭 果然厉害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来决战 怎么样 令箭天相微一样 赤兄 既然我们大战这一战 世在必行 那还不如早打早着 哈哈哈哈 好 大人 给我拿短刀 古兵 各位 能够明列当时黑到十大高手榜 有谁不是有几度处焦才行 不过 你这个赤专上的武功的确实非常之特别 他号称 可以博通天下任何一种兵器的招数 所以每一次比武决斗 他都不会预先决定 用什么兵器 而是根据对方的兵器招数特色 自己先决定 用哪种可以克制到对方的兵器和武功 好像现在他跟宁战天对的一样 他就决定 先用护臂短刀 这个就很有学物 宁战天的鬼索卷边 有成三杖那么长 所谓一寸长的一寸强 就算你赤专信用杖霸蛇毛都不够他长了 但是正说物性相黑 用极短的武器 往往就可以克制这种长兵器 赤专信用这种护臂短刀 只要能够抢入宁战天的边缘 逼他迷身欲角 那到时候 就一定是宁战天的末日了 宁战天如果要避免这种局面 就一定要经赤专信 逼在自己外围 这么打法 体力的消耗 就一定比赤专信快得多 所以 只是看赤专信间的武器 就可以断定 几乎没动手 宁战天的一战就已经输了 但是 这阵时 奴教帮这边 唯一可以抵折到赤专信的人 就是自己 如果自己不应战 还有哪个人 可以去附这个魔头呢 浪大哥浪大哥 你现在究竟在哪里 林兄 请 赤专信已经摆开架势 一股林义的杀气 马上就向着宁战天直逼而来 没办法 来入本命一步 宁战天正要出击 一下子 两边的人马 大家的心 都同时周紧细 这一战 恐怕就决定两帮人命运的一战 林兄弟 你要休息一下 这一战 等大哥来 去着一把略大沙甲的声音 一个人大大步 也一阵后 慢慢走出来了 哎呀 这把声日响起 奴教帮 很多人在情不自禁 松了一口气 林战天 也都成世马上收世 他轮转头望出浪翻云一眼 一起经历过生死的默契 令他们已经不用再多说一句话 你长硬仗 都是浪翻云出马好些 只见他大大步 走到来 你却专信两丈前面的地方 站定 赤币 你好的地不在自己家享祝福 劳撕洞做来攻解路教帮 真是幼稚不再落苦来生 一下子不为意 搞到全军覆没 那又何苦呢 赤尊信正想答他 在旁边的人宠王出来说 其他人都怕你浪翻云 我原子友一点都不怕 门主等我来出战先啦 港书说这个人 正是赤尊信门下 七大杀臣之一的蛇臣原子友 他亦都是这个七大杀臣之中唯一的女人 但是这个女人 他无论所用的兵器 武功 和平时的眼神动作 一点都不像女人 反而好像一个粗矮的男人 他不单是喜欢穿男装 而且港书说 亦都像一般的男人那样 非常粗矮 再加上 他还很喜欢 抢了那些美貌女子 来给他自己淫欲 他所用的手段 比那些好色的男人 还要狠厉 还要无情得多 都不知有多少年轻美丽的女子 送伸他的手下 他天生神力 所以虽然是女人 但是卑鄙 比很多男人都还要强劲得多 他惯用了一些杖八蛇帽 而且毛发 亦都是大开大盒 硬打硬兵 赤尊信手下这七大沙臣 原子游的武功的最高 骑船向着浪翻云 直攻过去 这一极 已经是直着了他全身攻力 气势非常强猛 浪翻云 看都没看他一眼 双眼只紧紧地 钉实斜尊信 防备他突然出手 他一路等到原子游的长毛 就来刺到自己胸口前边的时候 才突然等 反手一剑 打一声 一向以快之而变化多端的腹雨剑 这次无花无巧地 打即一斩 斩正在原子游 矛尖后面不够一剑短的地方 腹雨剑居然是硬碰硬 这下真是取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只有原子游知道 浪翻云这一剑 劈中的 正在长毛最不容易受力的地方 哎呀 如果劈实的话 他这只矛尖肯定要被劈断 于是他即时一旋身 那只长毛也都向前一旋 正想挑开浪翻云的长剑 谁知浪翻云把剑刚刚碰到那只长毛 在剑上就传了一股很奇异的黏力 大动那只长毛向前一拖 哎呀 原子游是哪里站得定脚呢 整个人立刻向着浪翻云的怀抱 直撞开 哎呀 哎呀 你知道弊家伙了 刚刚又极力地稳住身形 点一会儿就浪翻云成细一脚 啊 先 正这个不难不难的恶人的腐脑 啊 原子游刚刚一声惨叫 跟着只觉得胸口一两 只见腹与剑的剑尖 全场压着无声 连赤端信到整个外势 过了一阵 奴教帮那边 先爆发尽 好像山夫海舍一样 这样的欢呼声 原子游刚才 由刚刚又杀到来奴教殿前 都不知道杀了他们 几多奴教帮兄弟 今天大仇得报 大家怎么会不欢欣鼓舞呢 而浪翻云呢 他好像根本 只是做了件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似的 转转头 望望邪尊信 邪 邪 邪 这两位黑道的高手 终于到了决战时刻 好 好一把福与剑 好一个浪翻云 来人 拿盾牌例 虽然邪尊信平时都目中无人 心高气傲 但是其实 他跟田内一样 都不是那么想跟浪翻云正面冲突 但是可惜 现在都不到他想不想 只能修裂心神 对抗这个可怕的敌手 从刚才那一战 他已经想好 怎么来对抗浪翻云的福与剑 他的手下 抬出一面 非常阔大的铁盾牌 盾牌上边 布门尖刺 看上来 就好像一只 攻起背阶的刺猬一样 真是几得人惊 赤尊信 左手大铁盾 右手债之 有成两丈 这么长的大铁盾 再配合他 昂藏七尺的身形 满面的落筛胡桑 看上去真是非常威武 哈哈哈哈 痛快啊痛快啊 三十年来 赤某手下 从来没试过有人 可以在我面前过得十招 狼兄 甘文 猜不到终于可以让你打过痛快了 请 赤尊信选兵 你真是心机独到 两人的功力大约差不多 但是浪翻云只是一把长斤 他左手一个大铁盾牌 可以几乎将自己身形完全遮掘 右手一支 只可以长达两丈的大铁盾 既可以转弓 又可以近打 浪翻云要应飞上来 肯定都非常吃力的 狼兄 请 走啦 叉叉叉叉叉叉 两个人一走到墙中 尺砖上的大铁盾 即使发出重重茅定 向着浪翻云身上 护衣的要害 直攻他 正是听到他带起的风声 就已经知道 每一谋都贯注着赤尊信 无惊不出的惊人气功 尊信门的帮众 见到自己的帮主出手 这么有威势 都一起搏行命 这么搭 哭欢呼上来 奴交帮这边 连同凌占天 在内 人人都紧张到 立声不出 见到对方 这么威势 大家都替浪翻云 担心了上来 浪翻云 看着面前 攻到的铁盲 他微微一笑 忽然间 手腕一举 出 伏羽劍 变射而出 本来要变幻万千 快捷无伦 注尊的伏羽劍 每次对着对方 这么笨重 有这么强横的大先谋 居然 也都是一斬 一尺 一剑一剑 清清楚楚地迎上去 才是 叮叮叮叮叮叮 真是好像打铁那样 对比对手的大铁矛 应该显得 轻飘飘的伏羽劍 这阵时 也好像变成一把大铁锤 一下一下 撞上对方的矛尖上面 没一下退避 没一下射力 全部都是耳硬碰硬 砰砰砰砰砰 剑矛相碰 火花四千 浪翻云居然耳硬碰硬 连续十九剑 斬在对方的大铁矛上面 不单止半步舞退 反而将对方的强矛 斬了一度又一度的隐行 哎呀 好厉害 赤尊信招式一扁 原本显得这么光猛笨重的大铁矛 发言之间 在他手上 好像一条面条一样 幻发了万千矛影 向着浪翻云接爪过来 但是浪翻云的腹血腱 也即时爆出了连串剑花 一时间 就好像有万点的寒星 一起向着对方的长矛 折飞过去 刚才一下下好像打铁 现在就好像一连串的珍珠 在半空之中 跌落了肉盆之上 都不知道多严密 赤尊信一连诗 施战这七七四十九招的连环快击 但每一击 都被浪翻云 风挡得谦闲物物 根本呢 被都没办法被 豈有此理 来人换场边 赤尊信 still 也硬攻不住 马上就扔掉一大铁矛 和盾牌 接这两条糾纏软边 嘻嘻嘻嘻嘻嘻嘻 就好像舞动了两条毒蛇似 施战远碑绵绵物物的招数 向着浪翻云直钵过来 最高 看这样的形势 尊信门都对付不了龙教帮旁 那又怎样 我们可以改变计划 先收拾了乾罗山城和尊信门 调转头再集合所有的势力 来对付龙教帮旁 终于黑洞 最终都会臣服在我漠师公手里面 福与翻文 第八集 敬请勒严 上官帮主 有个关于尊信门 和天罗山城的秘密 其实我不想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秘密 哦 不知道是什么秘密 曾经侵犯了贵方的尊信门 现在已经完全投降出魔师公 而且 这尊信门是正 正什么 公主 小心按住了 哈 你 福与翻文 第八集 言正开广 尊信门 独身门 看着他 他去翻本阵 浪翻文 也没有追击 只是斜斜地看着他 这阵时 尊信令前头 看着自己的十几个徐重 他也不知道要穿哪种武器好 他刚才已经接连换了几套不同的武功 几种不同的兵器 首先就是长盾铁锚 接着是九折拳肩 然后又用个吾勾剑浪牙棒 但是浪发文的剑 也都好像不单单是剑 他的剑势可油可光 可绝可厚 已经完全脱离了长剑的限制 赤专顺可以一个人 用尽天下的兵器 但浪发文用一把剑 就可以变幻尽所有兵器的变化 每一场战斗 赤专顺都能够很顺利决定 用哪种兵器才可以克制敌人 但是这次面对着可怕的扑住兵 他第一次犹豫 他真的不知道 应该用哪种兵器 才可以对付到这把这么可怕的副与兵 虽然之间 他明白 自己已经输了 浪发文尊心一致 以兼于敌 但是自己的心目一致十五十六 甚至还决定不到用片种兵器 欺责神智之下 还怎么打呢 哎 嗯 不然我们真的要分出生死 这么先停手吗 这真是奇怪 赤专顺你自己有手有脚 难道有人逼你来我们路交岛的吗 这么可惜的说话 难为你说得出口 赤专顺正到发现不敢一红 自己这次知道他要发动偷襲 原本就以为前浪会和路交岛 我逗到两败俱伤 那么他自己就可以乘机来执击几鸡 剿灭这两个心肤大患的 浪兄 现在摆到明 我们再打下去 细之的两败俱伤 到时候 就搞得前浪再响磁城的 对我们两方 难道他真的这么有利吗 那说实 赤专顺移近这番事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都未算真正输给浪翻文 剩下的四大大神 也有完整的战斗力 再加上他的帮众 除了死伤之外 还有两千多人 从人数来说 还很有优势 如果双方真的盼死决战 那真的还未知六死谁守 是没有道理的 灵战才行彻步 你这样的错 虽然 现在你还算有实力 可以再同力一战 但是 你就迷死之赢了 三下 我已经报纸了精力之诗 由我手下的大将 过山口旁过之 秦自率领 断你后路 你说 是我们路教帮的大拱人 几关聪聪 那时候我们上下甲锋 你是绝无取胜之道 就算我专信闻 开始全军复活 但是路教帮 也都一定会传气大伤 当今天下 有几多人 想取代我们 成为黑道霸主 恐怕那时候 就算你们杀得到我赤尊信 也都会穷于政府 其他那些诚勢而起的 小人 明显 你说是否呢 赤尊信这番说话 说得很诚恳 他惨言承认 奴教帮 的确要剿灭他的力量 不过到时候 也都一定会付出 惨重代价 到时候你还有没有力量 来应付那些乘机过来 执死鸡 或者落井下石的 其他的仇家 或者黑道门派呢 浪翻云想一想 上官帮主 是打 要是我 现在 请你决定 上官已经听到 不如他全身一阵 他醒了 浪翻云利用这件事 是巩固自己的帮主地位 于是他即使行前一步 他大声说 这就是你们挑人在先 使得我们奴教帮损失流血 如果被你们松荣退走 那岂不是 我们奴教帮 就会被天下人此小 除非专讯们能够开出本方可以接受的条件 如果不是 绝对没得谈 如果不是绝对没得谈 如何 他开出这个劲的条件 即是当众认输 上官应见到浪翻云宁震天 两人都望着自己 知道他们尊重自己 引游自己来决定 好 赤门主拜仁拜主 一言九鼎 就敢定 赤专讯举右手 和上官应连拍三下手 意思就是说 大家已经定了个互不侵犯的誓言 奴教帮上下 欢声蕊东 赤专讯方面的人 也送了一口气 他们明白 又浪翻云宁震天在这 今日这一战 绝对又死无身 好快 赤专讯和他的门人 就退得干干净净 怒教祖 又重新回复完无平 怒教帮的危机 终于平息 不过 福主翻云这个故事 现在才是真正开始 时间是过得很快 眨眼之间 三年已经过去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 奴教帮似乎已经忍忍若若 有看过其他两大黑道巨派的宣誓 自从三年前 怒教堵上一战 浪翻云截然打败了独守前额 杜霸赤专讯 以及左手刀风寒之后 在好事之途天的这个所谓 恶到十大高手绑之上 他已经登上第一名的位置 至于坐第二把交椅的 很多人都认为 还应该属于那位 可以博通牵下各种兵器技法的 赤专讯 但是原本柴也有很前的独守前额 左手刀风寒 因为先后在浪翻云手下受伤 现在都不知道很翻味 所以 他两个就跌到去第九第十年台尾的位置 至于 其他原来黑道高手绑上的人民 什么茅产相悲剪主 独行道范良极 十恶庄处谭应手 邪灵丽若海 逍遥门主莫志涵 还有独之列振北 现在问你这些人 虽然名列高手绑 但是互相之间都未交过手 所以他们的牌位都是含含糊糊糊 靠大家推断想象而已 不过 大家也不要分入这几个人名 因为很快 这些高手 就要好我们这部故事里面 粉蜜登场 除了这十大高手之外 黑道之中 本来还有一个 好像神那样的人民 听说 他的成就 似乎还有这十大高手之上 这个人就是出生于蒙古贵族的摩斯旁班 听说这个人 不仅仅二十年前 就已经无敌于千下 而且 他手下 有几个师弟 还有他自己教出来的徒弟 听说论身力 都可以和黑道高手一较短长 所以摩斯旁班连同他的摩斯宫 一直都是一个好像神话一样的存在 很多人都说 照摩斯宫的人一旦踏足江湖 那一定就是血与声风 天翻地覆 只不过 摩斯旁班 不知道出现什么原因 在二十年前 突然间宣布退隐 自此之后 二十年间 整个摩斯宫 也对江湖上 伸出了无忍无忠 如果不是混习了 蒙古 以及其他外族高手的摩斯宫 突然消失 摩斯旁班 先不退出江湖 恐怕 虽然当时 已经受到整个武林百国势力 支持的朱元璋 还未必可以 这么顺利地 将蒙古人赶出塞外 建立一个大明王朝 但是最近这一排 不知道为什么 江湖上面 已经流传着一些消息 说已经消息 移植了二十年的摩斯宫 现在又有人 突然在江湖之上 这个消息 当然 也引起了 奴教帮的高造重视 刚刚那时 奴教帮经营的一些买卖 在岳洲府那里又和人产生这些争吵 后来在当地 这个黑道大佬的滑船之下 大家的争执终于平息 而且那几个黑道大佬 还邀请陆教帮的帮主 上官英 来岳洲府 和大家见见面 最后 彻底消除这场 误会的影响 于是 奴教帮这些年轻的帮主 上官英 就和责主持一齐 来到桃千南月楼 这个岳洲府最有派头的酒家那里 饮这场烟会 烟会 在三楼一个特别华丽的商房里面举行 延开两席 饮宴的气氛非常和谐融合 靠近唱片 在主席那里 有个忠言大汉 依着华丽 他正以主人身份 来招呼上官英的岳洲府 有名的武林人文叶根 哈哈哈哈 上官帮主 奴教帮 在你统领之下 声势更兴重淺 果然是苦苦无险子 我们敬礼一杯 敬礼三年前的那场变故 再加上 这几年来的潜心苦恋 上官英的精神气度 都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这前辈过场 其实我做了些什么 我们路交光 全校浪翻文 凌战天的那位前辈大叔 还有一帮兄弟一起帮忙 这样才无出什么乱致的 这一杯 我才是代我的宿伯和一帮兄弟喝的了 说完之后 举杯一饮而尽 那时候 一个五十多岁 近雙眼之中 依然精光闪闪闪的老人插头下了 哈哈哈哈 常官帮主 我听说 最近帝帮的福与阵浪翻文 好像说要温柔天下 已经离开了路交道了 是不是呢 这句话一问出来 沿着之间所有人的静寂 个个都定了眼地望着常官帝 浪翻文现在 他的明星在众人心目中 除了自尊无数的摩斯旁翻之外 已经没有人比得上 如果他离开了路交光的话 那么无论是声势实力 路交帮 都肯定削弱了一半都不止 上官已经表现的神态 是非常松容 但是心里面 已经猛咬紧 文化的这个老人陈通 这个陈通 是洛强的黑帮布施门的门主 这次原本和路交帮 有拗叫的人就是他 只不过 他和这次摆和头走的 已经金盘洗手的黑道元老级人马 叶珍 是有很深厚交情的 所以叶珍带一两围走 也有霸解怒交帮 和布施门这些恩怨的含义 但是想不到 在这参摩头走那里 他都问了一个这么突压的问题出来 上官应还没回答他 他手下的谋事宅主时 已经想要说 浪手座的确有事出门 但是只不过是暂时的 一旦他办完事 立刻就会回来的 多谢陈门主的关心 这几句话答得无铃两可 但是 现在浪翻文的确不是路交帮 这个就绝对肯定 其他人一听到这句话 似乎他一提就松一口气 宅主时一听这帮人的人色 当常觉得有点不妥 在这个时候 有个容颜艳丽的女子就出声 上官方主啊 听说 专讯门的杜巴车专讯 三个月之前 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他师弟 人狼不敌 不知道上官方主 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呢 上官应一听都在走走眉头 你说这件事 十日之前 帝帮才听到这些传闻 我都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人狼不敌 虽然听他的名字都记得人惊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个狼是色狼的狼 说他这个人呢 很喜欢玩弄女色 人就生得一表人才 不过做事的手段 太过狠密 武功也比赤尊讯差很多 赤尊讯这个人一向为人之名 如果要传闻的话 怎么也轮到 这个人狼不敌 他燕飞飞 他那些有意无意地 轻轻身的烂腰 那当然啦 你以为赤尊讯 他真的肯让胃吗 只不过 不让 不得 说到这里 燕飞飞已经打脱地将个身 挖在椅背那里 有意无意地 将自己身上美好的曲线 向众人揭露了 哎呀 这个女子真是够了风骚 一下子 他将盐椅上面 很多男人的眼睛吸引住 有些人 有些人 又忍不住 滑得酸 吞淡口水 只不过 这个叫做见飞飞的女子 虽然似乎很放荡风骚 但她本身的武功又不严重 而且 向当时 黑道十大高手七 十岳庄署谈应手的情婦 呵呵 这个身份 都没有哪个人 够肯给他了 上官应兴了 不如一丑走而逃 什么呀 赤尊讯这个人 武艺这么高强 又这么有威望 究竟有哪个人 可以逼他做 他自己不想做的事 哦 那看来 上官帮主 你真是不知道 那个人狼不敌 听说两年前 已经加入了摩斯宫 成为了摩斯堂班的徒弟 方夜宇的挂名弟子 那算上来 他死那次是摩斯堂班的徒孙 哼 有了这个这么硬的岔山 赤尊讯啊 怎么能够 好像以前的呼风唤雨呢 当然只能够乖乖听话啦 你说 摩斯堂班 摩斯堂班 真是重演江湖 扎主事沉淫一下 听过摩斯的弟子方夜宇 虽然已经得到摩斯真传 不过我估计 他最多的只能够 和赤尊讯是打成平手的声 又怎样能真是逼走他 还要被福敌坐上门主之位呢 难道当日摩斯又亲自出手 远小姐 你的消息在哪里得来的 我这个消息 当然是可靠的人告诉我 而且我知道 天下三大黑帮 除了尊讯门 已经落在福敌之手之外 乾罗山城的城主 独守乾罗 也已经向摩斯效忠了 你说这个消息 是不是很惊人呢 何止惊人啊 上官英已经在这两个消息里面 感受到极大的危机 漠视旁翻的武功 不大之厉害 而且 他代表的 正是已经被推翻了 蒙古人的利益 现在这个退隐了 二十名的神马级高手 突然间出现 那么他做的事 肯定也是精神动地 果然 一出手 他就将宣下 三大黑道巨派的 其中两派收服 那么下一步不用说 肯定要对付的 就是奴教帮 二十年前 莫斯公已经是黑道四川 现在再现江湖 除了那两大派之外 其他的黑党高手 或者黑道有种响力的门派 他们都要招募 那么好像那个十岳庄主谭应手 和逍遥庄主岳之嫌 这帮黑道豪强 又怎会在他招勒的民间之内 隔离时间等到这里 再仔细观察了各人的层次 又回想起刚才 这帮人一听到 浪翻民旨已经外出了 不在路教帮的时候 所露出来的神情 不知情不知家伙 今天这场红运尖 这个对付路教帮的陷阱啊 在这个时候 似乎你赢飞飞又说 上官当主啊 你们想知道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是谁吗 其实 他就是 说到这里 他的身份忽然轻轻向前一侧 同时声音也刺起上来 上官应这阵子已经完全被这个消息震撼了 见了 燕飞飞将他身轻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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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他自己也向他挨过去 同时刺起耳朵 听清楚 我老婆 扎主持这个时候不敢大致 他四四地盯着 燕飞飞的无论表情和动作 这阵子他见到 那个燕飞飞 是挨向上官非的时候 突然双手一起收集三寿楼 他必须出手 处时似那是弊 但处时马上双手一揭定 他两个手上戴着的结魂 马上又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个是原来约定的 发出顿过的声音 上官应一听到这个声音 他即时醒悟 马上又全身都温满真力 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一鼓杀你 咳咳咳 在燕飞飞的三寿楼里面 向自己腰间直击过来 果然动手了 扎主 你这帮人果然不坏好意 就带你走先 于是 大家好兄弟 一定要同生同死 帮主带你走 再不走 来不及了 各大兄弟 挡住的人 已经帮主 于是 于是 涂鸿被燕 上官应走流遇险 摩斯而身 浪范文再奉 因此 敌人出动了黑暗高手 每一战他们自在必得 所以 我们一定不能够 按着沿道回陆教坊 于是 等于怎么算好呢 浪范文 你这个人 是摩斯亲自要的人 你救他 即是同指我摩斯工作队 你想清楚啊 浪某一生人决定了的事 从来都不用再想 你们 出手了 俗语翻文第九集 燕正开港 幸好 杂鱼池及时发出警部 上官应就马上全身灌满真力 一瞬间 他即时感觉到 一股尖銳而寒冷的杀气 已经在燕飞被那道 一路向着自己的脚 直接过来 同一时间 呼一声 背后只有一股劲锋 原来有人已经一掌 向着自己的后腿一直打过来了 这个人 正是那个布置门门主陈通 他的掌法非常厉害 耐力又高强 如果他一掌拍中 十个上官应也就没命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上官应 已经不是三年前 那个木空一切 非常骄傲自负的年轻人了 经历过和尊信门的恶战 他们才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三年来 黑虎练武 又得到凌战天 浪翻云的指点 今时今日的武功 早就被当年进步了不少 虽然现在被人突然夹击 但是他竟变了一个相当顺哲 指定了一个大海的声 咦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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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那张酸之椅 压得串串碎裂 接着左掌下劈 右掌向后一推 上掌的分别影响 燕飞飞和背后的陈通暗算 刺定他啪一声 燕飞飞握着一把燕毒匕首的手腕 被常冠英拍中 匕首立刻跌到地 接着常冠英握着手腕 顺势一蒙一讽 将燕飞飞整个人执放了出去 哎呀 燕飞飞一声惨叫 啪啪一声 整个人被常冠英 抛上了那张巨大的八星桌面 哎呀 当堂全身都疲满了 桌面上面那些叠叠半罐的送汁 都不知道多么狼狈 就是这一阵子 陈通的掌力到了 啪一下 跟常冠英的手掌一撞 常冠英又因为分裂一半力度 去对付燕飞飞 当堂就挡不住这股掌力 被那个红云的掌力一冲 只怪你手一马 心恨一甜 嘔声 嘔声一旦鲜血 但他的反应都算快 即刻就不敢硬折 借力向后一吞 然后打側身连轮几轮 这样才轮轮出去 亦都借势 消架了对方的掌力 刚才用笑骑骑的主人叶真 这个时候亦都知道他翻了面 大哭一声 握手 一挥手 当堂在延迹上坐着 他请来的几个黑道朋友 以及布依门的一班好手 马上又一起站在身 向着怒交帮这边的人直杀过来 奴教帮这边参加宴会的 除了有宅主席之外 还有六个奴教帮的年轻高手 这六个人 都是得到福雨剑浪翻文三年来的亲自指点 实力也都相当不错 如果不是上官英哪有这么大胆的前迷附会 至于外边 还有十八名上官英的亲兵 他们的武艺也得到凌战天和浪翻文的指点 而且凌战天还专门和他们排练了一种阵法 无论是围攻敌人 因为应付敌人的围攻都极其有效 而且扎雨时的应件都很快 一见到变故 他马上发出警报之后 跟着就冲到窗边 一扭手 一支大剑的火箭是直飞上半空 这个正是他们怒交帮特殊的联络信号 因为岳洲府依然在怒交帮的势力范围之内 扎雨时一早就在附近 埋伏了伏兵作为自己的后援 那阵时 商房之内已经杀到尸横遍野 商房外面已经涵杀猩猩 显然外边的敌人 已经和上官英十八名亲兵打在一起了 那阵时的叶真武动长军来打扎雨时 那边报之门门主陈空 就和燕飞飞两个夹攻上官英 其他报之门的好手 和叶真请过来的黑道朋友 就和六交帮六个年轻高手打在一起 上官英是生气的陈通暗算自己 打打下 上官英手上的长毛突然间一晚 被燕飞飞两个铁环一套套住 陈空见到有机会 你知枪不动得对了 空口是空门大路 马上商长一顶 呼一声 灌足十成功力 向着上官英空口一直打过去 谁知就在他商长就来打正上官英心口的时候 忽然之间 见到上官英双眼露出嘲讽的神色 逼入底 他知他中计 刚刚上缩手 但是哪里来得及 只过的右手一两 一的右手被上官英刺了下来 齐碗跌了下来 呜 呜 陈通梁枪后退 退开的时候 他才见到上官英的右手 不知何时 已经拿着一把 偽装成腰带的软剑 杀退了陈通之后 那把剑就顺势向前一底 向着燕飞飞的烟壳折过去 燕飞飞这个时候 他手上拿着那两个铁环 原本正是套着上官飞的那支长矛 同时上官英的铁环 也踢住了他那两个铁环 不能动 现在见到对方的长剑 向自己烟喉咳咳咳咳 一时间都不知怎算 哎呀 叫了声 眉上眼就等死了 就在上官英以为自己快得手的时候 怎知在这阵子 又听到宅主使在旁边大声喊 快点避开 快点避开 他虽然未知何回事 但他对宅主使非常信任 一听到宅主使这样说 马上将他身一咬 去旁边一轮 只定一吵 一吓强劲之极的风响 一道白光向着他直打而来 哎呀 险啊 那道白光擦着他鼻子尖打过 然后蹬一声 陷阱在后面一条木柱那树 上官英吓得着 另转头一看 哎呀 这一吓就更加令他吃惊 原来这道快得像白光那样的暗气 居然是一只普通的糖池茶杯 一只糖池茶杯 多薄多脆 轻轻大力捏碎他 但是 你个人将茶杯当成那么弃 打过来的时候 那个茶杯直接陷入了木柱里面 居然是碎都没碎 裂都没裂 这份功力 虽然说不出惊世蟹俗 但是 亦都被他们高出一囚不止 咦 什么人 什么人 这么厉害呢 尖的 啪 防门撕裂 有个身形瘦削 面色惨白的男人 挑着对手 好像懒不自由 那样的大答簿走进来 他双眼一直都钉紧上官英 对其他人你都不理 一进来 就大答簿地向上官英面前 直走过去 门外本来也杀声震天 但是自从这个 面色惨白的男人出现之后 外面已经静了 此一样的直径 宅雨时很清楚 外面负责守护的 那十八个上官英的贴身护卫 他们对上官英的好忠心 绝对不会私自逃走 现在忽然之间 外面半声喊杀声都没有 那肯定 他们就死了 能够一眨眼之间 将受个浪翻云指点的这十八个贴身 全部杀死 这个人的武功 真是厉害得令人觉得有点恐怖 他是谁 他一眨眼 看到自从这个面色惨白的男人 一进来之后 那个燕妃妃即时钉住他 那双眼好像滴出水泥 哎呀 这个人 一定有黑道十大高手之一 那个燕妃妃的情夫 十恶庄主谭应手啊 一估到这个人的身份 宅雨时就知道 今天这仗没得打了 各位兄弟一起上 帮主快点走 不行 各位兄弟没走 我绝对会一个人走的 这个时候 那几个怒交帮的年轻高手 也都知道这个人危险 不用等宅雨时吩咐 就一起抛开自己的对手 盼行命地 向着这个面色惨白的人 直逼而来 那面色惨白的男人 叹了一口气 嘿嘿 你们这样啊 何苦 何苦啊 忽然间三袖一拼一拼 拼拼 两下 最先冲上来的两名 怒交帮的年轻高手 当堂满面血痕 拼拼一拼 一起惯在地上 已经不懂得动了 上官应见你自己手下惨死 真是门行悲愤啊 一震长谋 就想冲上个拼命 宅雨时就不理得那么多了 他大声喊 大家保护庄主 原来粗力地揽住上官应的腰 将他硬扯来窗边一跳 重新向着窗口外面直跳下去 谭应手虽然闲展一样 一连四掌 将其他四个路交帮的年轻高手一一打死 但始终是慢的一慢 等到他冲到窗边的时候 外面的茫茫江水之中 早就已经没了宅雨时 和上官应两个人的身影 一直跟在后面那个档女燕飞飞 这个时候都不理得有其他人在旁边看着 整个身影哭 只哭在谭应手的身上 嗯 庄主你很衰 如果你能够早点来 那小麻鹰肯定走不脱 哼 何苦啊 那又何苦呢 这小麻鹰虽然进水了 但是 通过路交帮的每一条路 都已经被我的好兄弟逍遥门主 带领他的手下闪砸 封锁了 金云 除非浪翻云赶渡 那这个小马鹰 你说他飞到去哪儿呢 哎 何苦 何苦 冰冷的长江水 使得上官鹰和宅雨时 同时的精神一振 你们知道 除了他两个人之外 其他怒交帮的兄弟 已经全部能牺牲了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也没有时间 为你的兄弟悲痛 而是非快地顺着水势 向下游有一路潜泳下去 怒交帮水道上的霸主 又在洞庭湖起家 所以 自小 上官鹰宅雨时 他们就已经练得一身 精熟的水性 这次的宴会 宅雨时 特意选择了普天南月楼来举行 似乎呢 就是贪下这个地方够威够漂亮 但其实他预先已经留定了这条后路 所以 虽然有黑榜高手 谭应手出马 但你也只能够硬增增地 看着他两个人 一路潜水而去 好快 喘洁的河水 还有他两个人 精熟的水性 已经使他们 来到一下游 五里以外的地方 转移到急湾 水流在这处 慢慢的缓慢下来 两个人互相打着手势 一抢岸上面 直游过去 这里 是一个非常陌密的小树林 两个人上了岸 他已经有些筋皮力揭 宅雨时 和上官英两个人 进去树林里面之后 宅雨时 将耳朵贴在地面 听了一阵 好了 长征和指定官兄弟来了 没多久 指定得 一阵脚步声响 一群人 很敏捷地 向着这边的直撲进来 为首的 正是怒交帮 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 快刀斥 长征 宅雨时 一见到他就问 沿途有没有遇到敌人 没有 一直都信号 我们就依照你 原先定下的计划 来这处接应 现在连果在内 一个有四十八个人 对付叶真 他们那班人 应该却却有余 上官英虎笑 一般人 我们可以应付得到 但是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应付 好像谭应手那样的高手 除非 有浪大叔在这儿 什么 十恶中处谭应手 宅雨时摆摆手 其中的情形 恐怕没时间详细地说 长征 你即时召集所有的兄弟 同时 吩咐将我一组预备好的 水靠 球袋 拿出来 我们马上换了它 上官英听的笔人走走 于是 如果我们这样走法 继续行水路的话 岂不是会离洞庭湖越来越远 各位 这阵时 他们所处的岳洲府 在洞庭湖的东面 如果骑马都不用半日可以回到去 但是如果走水路 他们只能在顺流而下 离开洞庭湖就越来越远 即场征一向 非常佩服宅雨时的滋谋 但他为人性急 忍不住 尼尼书没几准 我一早就预备了快马 如果抄小路回到洞庭湖 听之就到了 以我们的实力 如果不是跟他们拼命 就算有个黑榜高手谭应手 我们走就走得完 宅雨时叹一口气 在黑榜高手里面 谭应手 和逍遥门的莫伊贤关系 一向最密切 如果谭应手已经投降了旁班 那我想那个逍遥门主莫伊贤 现在一定会跟上他尾 他们逍遥门最厉害的 就是追踪试探之术 如果有他们出马 要应付这帮人的追踪 很麻烦 还有一点我们更加要注意 我们现在应付的 或者不止是这个莫伊贤 又或者谭应手 如果摩斯公的人出马 甚至 夜出了摩斯堂班 那我们 上官应听的这里已经明白 好了 不用说了 一切听你的 大家快点换上水扣 我们运水路走 漆长征听都大力的 赶紧头 好了 当主 自从我们大了之后 都很久没比试过 在水里面哪个游得快 今次 我和你一切比到武昌府 好 上官应点了点头 他不仅在监高头 望着天空 婆班 这个莫斯 是不是真的好像传说中这么厉害 如果他出手 不知道浪大叔 又可不可以应付得来 在离开浦天南月楼 没多远的长江上游 你说 两边都是陡峭的崖壁 所以 这段的江水是非常喘急的 长江水流到来这段 就好像一条不停地发紧身的路龙一样 带起庸庸的波涛 不停地拍击着崖岸 在山崖下面 轮延的怪石 茂密的树林之间 突然间 一流紫色的烟花升起 这个分明是一种讯号 在召唤着不知道哪个的讯号 随着这个烟花升起 在山崖下面的小路那里 有个白色的人影出现 它飞快地向山崖顶到直奔而来 这个白色的人影 是一个女子 她面上 还挂着一幅白色的轻纱 将她的容貌遮盖了一大本 但是 只是她暴露的轻纱之外 那半折鱼肉的肌肤 还有 那双明亮灵动 又充满一种宁静之意的双眼 就足以使得每一个 望到的眼神的人 心神皆聚 这个女子 身上穿着的结白衣裙 而她的脚呢 居然 没有穿到鞋 只是打大赤脚 在路上一路向前直走 脚上的皮肤 同样都是雪白的 几乎就好像 她那套结白的衣裙 一样那么白 这个女子虽然赤着对脚 而且走路的姿势 也都好像走得不是那么快一样 但是 只在短短几个呼吸起落之间 她就已经在山脚 走得上半山腰了 而且 这阵子 她那对脚依然都是这么雪白 就好像 就算她走多久的路 都根本不会见到半点的尘土 一样 且她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吹一声 又是一支 同样颜色的烟花升起 似乎 在山顶的人 已经等了有一点不耐烦 即是不停地发烟花 吹出她快点上去 那女子 见到升起 帝子樱花 她停下脚步 走走眉头 似乎 对山顶上 那个人 不停地吹出自己 那你有多小的不满意 同时 她的眼神 又有点复杂 有点依依不死地 转转头 向后边望了望 但她身后 什么都没有 那个女子 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想一想 顶顶神 终于 还是轮转身 又准备 向山上 继续走过去 兵魂 我真是你的兵魂 你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啊 忽然之间 在左边树林那树 有人凉凉 窗窗地走出来 这个 是一个面貌 即为英俊的年轻人 她身上同样 也穿着一套白色的衣袍 只不过她的样子 就显得比这个白衣女 只要狼狈得多 她满头大汗 笨角 和身上衣服 都布满灰尘 显然是赶了好转的路 薄行命 那样赶了过来 她两边的太阳 越高高地鼓起 显然 原本的内功修为 也都绝对不差 但是现在她喘起 喘得好像牛一样 显然已经几乎 全身力气都用光 显得疲憊之极 只有当她站定的时候 她才自然自然 会流露出一副 冤情恶耻 一派高手的气度 这个这么奇怪的年轻人 是谁呢 她叫做风行列 亦是黑道十大高手 邪灵丽若海的弟子 不过最近 她似乎跟她师傅反一面 不单止一年打败了她师傅 非常得意 亲自训练的十三铁骗 而且还对外宣布 从今之后 自己和邪亦门 因断二处的一刀两断 这件事 不单止使得风行列 成为了武林当中 非常受到触目的 年轻一代高手 同时也使得 很多人对她非常好奇 因为一向以来 人人都以为 风行列 当然是丽若海的继承人 那么关系 那么亲密的两师徒 怎么会突然间反映呢 而现在 这个正在擠起个武林新秀 究竟 和这个神秘的白衣女子 就是有什么关系呢 种种的谜提 留待福与三文 第二十集解开 丁文 你为什么不跟我回去 丁文 你为什么不跟我回去 对人家的妻子 大夫小叫 丁文 丁文 你知不懂得连耻这两个字 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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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都很清楚 自己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只是短短过了十几日 他忽然间又会整个人都变了 不单是不辞而别 现在这么辛苦 自己找到他了 他就直接好像不懂自己的感 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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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光天化日之下 对着人家的妻子大夫小叫 你究竟 懂不懂得有连耻这两个字 一把声线很韵口 甚至似乎带着一种 很邪欲魅力的声音 忽然间响起 风行列下着一跳 他即时转转一看 只见离开了他不够两丈远的地方 有三个人 在路边的树林那里 慢慢走出来 风行列见到这三个人 不敢打了个凸 他是黑网高手 邪灵丽若海的弟子 而且 一向指引 他师父都跟人说 风行列现在虽然内功用比不上他 但是无论天分 财情 根骨体质 都远远比当年 刚刚出道的丽若海 还要高出不止一筹 说到明 丽若海 已经将风行列 看成可以承计他衣缚的弟子 邪灵丽若海 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浅 但是武林之中的传说 这个邪灵丽若海的眼力 就是跟他的寥缚唱法一样 都是非常独特 既然他看得出 风行列跟骨其佳 而且练武的天分 还有聪明才智 都比当年出道的丽若海 为高 那么第二天 那天空行列能够达到的成就 一定是一个丽若海之上 可想而知 这个被风行列 现在背叛了的师傅 其实对他 是多么看好 多么欣赏 可想而知 风行列自己的本事 也绝对得不得去哪里 虽然最近这几日 在近兵云走了之后 他在极度的颓堂 和悲伤之中 有一晚 在自己练功入定的时候 忽然之间毫无欲笑 和在绝不可能的情形之下 走火入魔 等他清醒回来的时候 全身功力只剩一小半 但是就算只剩一小半功力 也都是非同小可 因为他这门武功 首先要练的是耳力 眼力 定力 然后才练枪法 所以就算风行列 只剩下小半功力 但是一般高手 想潜伏到他三丈子内 让他发觉 这几乎是不可能 不过 现在这三个人 突然间在身后 不够两丈券的地方出现 而事先 风行列居然得不到半点的预笑 可想而知 这三个人的功力 绝对远远在他自己之上 风行列仔细地打量这三个人 只见 那两个站在后面的男人 身上穿的 都是那些家丁博人的衣服 而且两个人的衣服一黑一白 十足十 地府阴尸里面的黑白无常一样 而为首那个人 衣着华丽身形红位 眺眼望上去 他好像只是三十多岁那样的年纪 但是 那双陷透细情的眼 他时时都带着电光 他的样子很英俊 英俊到似乎带着一些邪气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全身的皮肤的晶型梯透 好像闪着奇异的光泽一样 一头黑发中间分开 谁在两边 比一般人 还要欢呼到肩膀上面 他避梁不及 但是避过尖 就有些好像度勾一样 整个是标准的肩勾臂 看来 他一定不是中原人 而是外足人 现在他虽然随随便便的 站在那里 但是 那股气势 已经逼得令人心惊 哎呀 什么江湖上居然有这些人物的吗 自己第一次遇到 只见这个好像魔王降世的男人 慢慢地走上前 他腰间 束了一条三寸阔的招带 腰带上面 挂满了一色宝石 在阳光之中光彩流动 哇 只是这条带就已经价值连城了 齐老三 你快点扶小姐上车 你为父兄 我还有一些说话要跟他讲 说完之后 在树林边那里 又走着个粗豪大汉出来 走着来 那个叫做近兵云的女子旁边 那个粗豪大汉 微微一弯腰 抬手向前一指 意思就是说 要将近兵云 带他去山江上边 兵云 兵云 不要走 不要走 刚才我说过 凤兄 你光天化日之下 对人家的妻子大呼小叫 似乎不多礼貌 人家的妻子 不是 兵云是我的妻子 他什么时候变成人家的妻子 这件事 真是辛苦奉兴 可惜 虽然 你拔了头筹 成为了兵云第一个男人 但是 可惜在你遇见他之前 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子 我们拜过堂 成个亲 还有若干人见证 什么 兵云 兵云是你的妻子 你 你是谁 墨斯 堂班 听到这个名 风行列不禁 成身一阵 什么 他居然旁边 那个好自经生 那些神话传说中的人民 莫斯 旁班 他不是退隐了足足二十年吗 还是今天会突然出现 而且据他自己的观察 他的妻子近兵云 应该是坐身在 当今武林百度的两大圣地之一 慈航静齋的门下 既然慈航静真是百度领袖 而旁班的摩斯公 就是蒙古外族的武林圣地 和天下黑道的灰手 所以 这两个门派 本身应该是死敌来之系 那为什么 那么出身于慈航静齋的近兵云 又怎么会成为了 摩斯旁班的妻子呢 但是以旁班的身份地位 他也都绝对不会有说谎 为什么 难道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悲闻 旁班那两个随从 其中一个带走近兵云之后 旁班慢慢地向着风行列面前走过来 风行列是怎能地 被人在他面前带走近兵云 正想破据 谁知 在这个时候 发现之间 在他身前 好像升起了股 模型的气场一样 将他挡住 把他挡住 小时候根本都没办法行前搬步 他开心想喊 但是一股强劲的气流 忽然间死死咬着烟喉 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揉住了喉咙一样 他喊不出声 那个好像近兵云的女子 向这边望着眼 忽然间跌低头 对旁班说 你不要忘记曾经答应我的事 说完之后 终于 将头都不定翻转 就走了 自从现身之后 旁班整人的神情 都是非常平静 就好像世间上 没有任何事 可以牵动他的情绪一样 但是 就在刚才近兵云 说了这句话之后 他上眼之中 居然发现之间 闪过一阵妒忌的光芒 但是 他始终都没出声 一路等到女子 跟黑衣服人离开之后 他才忽然间 走近风行的几步 他长长地作了一句 声音都不知道 多么柔和地说 风兄对我的大恩 我现在向你拜谢 这个恩之后 都要计下我们两个的十 了吧 风行列听得不那么好恶言 前辈 废话少说 兵云 原本是唐某的妻子 你居然先不透臭 那你说 我们两个 应该是死敌 可惜 你死到临头 还蒙在鼓里 可怜 可笑 这番说话 令到风行列 觉得更加奇怪 照这样说 兵云真旁白的妻子 既然是这样 以他的神通本事 他又怎会眼白白地 看着兵云和我 和我有了夫妻之实呢 为什么他说 我对他有大恩 究竟是什么回事 但是现在他又摆出个格局 好笑将我自读死地 那样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凤凤云 凤云近骨其佳 原本 应该是当今武林 一个难得的少年英杰 但是为了美色女人 居然搞到自己 这样的田地 真是可怜可闻 不过 想起来就难怪 兵云的确是个 未骨天生的女人 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 他都绝对是人间极品 这几日以来 我直接在他身上 得到了无上的快乐 开心得 几乎连对你的仇恨 都不记得了 凤卿 说起来 我跟你 真是严福齐天 什么 你 你 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已经被旁边侮辱了 凤行烈真是全身战斗 他双眼死死地盯着旁边 登到眼眶得几乎烈了 你 你 凤兄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说起来 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资格 如果不是唐某 或者修炼神功 使用机缘巧合 凤兄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严肃 居然可以抢在我之前 成为兵云第一个男人 不过这个代价 当然不适 对于封兄来说 真是又行又不行 你最好彩的 就是成为唐某 修炼 中魔大法的搭脚石 如果不是因为封兄 唐某都不可以练成 魔教古往今来 从来都没有练成 我的中魔大法 哈哈哈哈 封兄 你的先河 是我和你共同开创 风行列越听越奇怪 他暂时压低了自己强烈的妒忌情绪 因为本身他也是个才智高柱的人 在压力之下 脑筋就马上灵活起来 前辈 什么是中魔大法 为什么 跟我有关 我真的很不明白 哈哈哈哈 这阵时你明不明白 已经无关紧着 黄某今天就破例 比方兄 你自己痛痛快快的了断残生 这个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典 哦 什么黄兄对我这么开恩啊 既然你肯发这样的善心 肯定也有条件的 不妨讲出来听下 这阵时 风行列已经明白 自己和旁边 绝对是生死受敌 所以连前辈都不叫 这个正是显示出 他要和这个魔道宗师 誓死抗争到底的决心 凤兄果然够胆 有几多年纪比你大 武功比你高的人 在唐某面前连说话都说不出 你居然能够悍悍而谈 足够你有好高的智慧和胆色 既然是这样 真人面前 我都不说假话 这次来 我是有件事想问你 如果你能够坦白回答 我就被风行 自行了断 痛快而死 如果不是 我亦都会遵守 对兵云的乐言 我不杀你 但是你有命一日 我就要你受罪一日 人间酷刑 废话少说 你有什么问风某的 快点问吧 好 那我顺便就将我魔门的一大秘密 告诉风卿你知 我旁边 修炼的是魔中的武功 这种武功 讲求于精神控制物质 以医治物 20年前 我已经将这门的武功 连到至高境界 无敌于天下 为了更进一步 我就准备 修炼 从来都没有人练成过的 道心中魔大法 道心中魔 那是魔门的无相卑数 简单来说 就是每个人 在练武收道的过程里面 人力是有时而复 再加上 我们成年之后 才开始收道 甚至已经被续世污染 永远都翻不到 是刚刚出世的时候 那种运运恶恶 纯洁天真的境界 所以 就算我们不通了收道的道理 这阵时 往往也都是由尽登呼 或者自己的心 始终在续世之中 不可以得到解脱 就是这样 古往今来 有很多才智却绝之事 虽然可以想到 如何将道行或者武功 修炼到绝顶境界破碎 开空的办法 但是 一般人 根本不可能有 这样的兽权 或者精力 支撑到去 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于是 魔门又有 另外一批的前辈 移上天开 可以这样 想到一种 修炼的促成办法 就是将自己 毕生的经验 和生命的精华 练成一粒魔种 然后 再找一个 筋骨骨骨佳 耐力纯精 以年轻力作人 作为奴顶 让魔种 用独特的技术 还在他身上 结成魔胎 然后再遵过 已经结合了 年轻人 特就的生命 本源的魔胎 拿回来 以为几用 这么单纯 好过 度家修炼的 反老还童 而简直 就好像 自己重新 开始的生命一样 有机会 含破最后的一脚 破碎去空 而风轻你 就有幸成为 我练功的路顶 风轻你 听到旁边的 这番说话 自觉到脑海 一声响 他开始有点明白 为何自己会 走火入魔 为何 自己无情百事 会遇到 像天仙一样的近兵云 他又会 那么轻易 忠诚自己 还同自己有助 你一切都是陰謀 一切都只是为旁边 人中龙魔肿的阴谷 那兵云他对我 对我 杀时之间 风轻你只觉得喉咙一甜 他硬 硬并将本来要噴进来的鲜血 压下去 但是 他的心 也都好像被他同时压得到脚板底一样 旁边一路钉实他 嘴角微微冷笑 哈哈哈哈 没错 就是因为 你这只上阶的奴顶 唐某 先要牺牲 冰魂的精操 因为杜心中魔 空险以上 魔种 还是有质无形之物 如果万一 中了奴顶体内 拿不回头 不但足难打水一场空 而且中魔的人 和路顶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景地 虽然这套功法 虽然已经诞生了过百年 但是一直都没有人敢于他尝试 不过在庞某苦苦思索之下 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利用自己的妒忌之心 作为妒忍 等我外上兵云 情根深重之后 又安排他成为你的妻子 这样就可以激起我 对风轻风旁的妒忌 成为我进入风轻心灵之内的渡航 还要成功取回魔种 但是按道理来说 魔种一旦被我拿出来 那么风轻 就应该全身精血沽窃而望 不过现在 我见你功力虽然减退 那么究竟风轻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是什么人 又用什么办法救了你 使我的众魔大法 他已未经全功 没有 原来我的身体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成为了旁班 和另一个阻止他的人 各地的尖长 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又要帮我呢 旁班说只要我这个奴顶未死 那么他导心撞魔大法 就不可以算完全成功 但是现在我已经整火入魔 功力减退 还希望我手下走掉呢 请继续留意 福语翻译 第十一集 风轻 你身体里面 有一股外来的奇意外力 只是你股力量 在紧要关头 救了风轻之命 也使我众魔大法 未经全功 不知道 你这个救风轻的人 究竟是谁呢 庞兄 什么你局局 我风轻 你出买朋友吗 这阵子 轮不到你话事了 福语翻译 近日一站 燕正开门 天空之中 雷鲜隆隆 就要下雨 而旁班这个时候 也准备出手 他的道心 中魔大法 本来可以大功告成 但是就是因为 风轻烈 给那股奇意的耐力 救翻性命 使得他的中魔大法 未经全功 留下了致命破产 所以无论如何 风轻烈 也要死 而且在死之前 他还要逼问出 究竟是谁救了他 就问这个人 居然懂得 做这样的办法 使他的中魔大法 未经全功 那么这个人 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大患 风轻烈 望迟旁 但他知道 这个像神话一样的人民 不要说自己已经走火入魔 就算 自己功力完好的时候 恐怕的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无论他是人还是神 既然他要杀自己 自己怎么都不能束手代弊 突然之间 风轻烈露出一个很诡异的笑容 庞兄 你说现在在下的生死 已经轮不到我做主 但是 如果天下根据一件事 都要庞兄 话事作主 那岂不是 也都很不公平 好像兵云那样 你虽然几乎无所不能 但是 你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你先 不能成为第一个男人 现在 你也一定是失去到他的心 因为 谁人都看得出 你对他根本无外 而只是利用他 现在就算 给你得分他的人 得分他的虚颗 那又有什么用 风轻烈 这番说话就强得厉害 因为 好像庞班这些级属的高手 无论是心志无功 都根本毫无破贞 但是 唯一可以对付他的 就是他的妒忌心 而且这些股妒忌心 本身是他自己蓄意培养起上来 也根深蒂固 风轻烈 这么说 就是以子之谋 公子之群 旁班 靠自己的妒忌心 终于又找回魔种 现在风轻烈 也就是要撩起他的妒忌之心 然后 久而一 不冷静的时候 自己就可以 混水摸鱼 死中求生 而且他绝对不相信 冰魂真的对自己 完全无情 所以他专程点出 更冰魂的心 并向着旁班 如果旁班 真是为此而发火 就可以证明 冰魂 依然是爱着自己的 他知所以走 只不得逼不得意 只要能够探够清楚 冰魂的心意 如果自己又能够死女徒生 那么他不惜一切 都要将自己的妻子救回来 就在风轻烈 想仔细观察 唐班的反应的时候 忽然之间 仍然一闪 唐班 已经闪身来到他面前 哎呀 真是暹眼这么快 好像 唐班真的发火 这么证明兵民 仍然是爱我的 风行列 欢喜得能切 一股巨大的压力 已经当空而知 使他几乎呼吸得停止 风行列的反应 又非常之快 唐班的身形一动 他已经飞快地向后退 但是 他向后一撑 所以整个人飙出的时候 后面 居然又有一股巨大力度 压倒 在背心的树 原来 唐班一掌打出 巨展运行了 向前驱和向后拉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度 哎呀 你的武功果然惊人之夕啊 风行列没有办法 只有盘住静身力度 双拳得齊打出 唐臂当鞠啊 唐班冷言一笑 双掌的化掌为首 向风行列的拳头抓过去 如果被他抓紧的话 风行列对拳头 恐怕没一块全整的骨头静得低 眼看着旁班的手掌 就要抓住他的拳头 风行列突然做了个 似乎要自杀的动作 只见他一授权一转身 居然变成这种背色的扣住旁班 你知道是什么招数来的 以旁班的灵活机智 也不禁额昌海 这时旁班的两个手掌 已经化成利酒 向着风行列的后心抓下去 他见到风行列居然不闲不避 好像任由自己抓那样 不如心头打到他 哎呀 逆时醒起了 风行列这样做真的叫自杀 但是可惜 现在旁班偏偏不能给他死 自己两脚抓到他 只要一抓到他后心 那么风行列固自然 互负爱在 但是 自己不知道的事 究竟是谁救了他 使自己的重魔大法 未经全功 恐怕 就是以后都不用知道了 所以他即使全崖勒雅 手指向上一挺 化爪为强 同时收回九成功力 商掌轻飘飘的一感 那么按在风行列的背质上面 他本来想着将风行列整个人按下就算 因为他手指刚刚碰到风行列背质的时候 突然才感觉到想说 糟 原来这个时候 借着他商掌向前一推 风行列整个人已经向上飘起了 这个时候 风行列原本就已经来到山崖边 被旁班一掌掌力一吹 自己就顺势地向着半空跳去 当头一跳就跳出崖边 接着就像一支急剑那样 向下激射入长江之中 旁班马上飞破他 双手一握 但是迟了 他根本都没办法 握得到风行列的衣服 就是吹一声 将他的衣袖拉着长长一条布条下来 风行列整个人就像炮弹那样 向着山崖边一路直撲出去 听捧一声 还要在十几丈高的山崖 一跌 一跌进滚滚的江水之中 旁班站在山崖边 神色形众 望着下面滚滚的长江 他喝着声说 你们两个人 马上跟我追他 无论用什么手段 你一定要将风行列伸琴回来 如果不是 我做摩大伯 就会这么愧一跪 不可以超越陀碎许空的天人之间 是 背后一直跟着他的白衣服人 一言得法 连扣着三个响头 然后转转身日 施展兴功 好快就化成一 流行烟 走得无影无踪 顺着长江一路而下 没多远的地方 就是武昌府长江岸边 在你住 在大路旁边 一个小树林前边 有一座破旧的山神庙 山神庙里面 除了几尊神像供台之外 其他几尊 已经破破烂烂 显然 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 在这时候 路上传来一阵马蹄声响 有一匹灰色的进马 驮上一个十七八岁 一身粗暴衣服的少年 他虽然穿着家丁的服饰 而且身形比较瘦弱 但颗头广阔的眼神精英 看上去 还有很多人喜欢 这个少年 显然是替主人家 不知办了什么事回来 沿途经过这处 他来到山神庙外面 门宿路停下了 他绑匿马 然后拿出个油腾腾的纸袋 里面一阵阵香气 传出来的 喂 竹军和尚 竹军和尚 有好东西 你呀 有好东西 你快点进来 你这白贱鬼寒白 听我说故事那件事 你走得多快 现在拿多少好东西来孝敬和尚 就一摇三摆 顿饭了 自见在那座破落的山神庙里面 有个慈眉线木 胡桑头发都白了的老和尚 慢慢地走着出来 他双眼是似币非币 看着年纪 起码都有成七八十岁 而且身形就瘦得像触高 但是走起路上来 步伐还是非常轻折矫健 那个叫做韩太宣言 自显言和这个老和尚 已经很熟悉的了 你这个老和尚还好说 你都不知道几奸牢 每次 讲起以前那些武林掌故 江湖故事 咦 总是讲到最紧张的地方 就收口不讲了 你才吊我人 我不留下那些紧张结局 你又怎会这么积极 我们烧酒烧鸡 孝敬我 怎么样怎么样 看下今次 拿了什么好东西来先 那我就想一下 讲多少个故事的结局你听 如果拿得不耐心水的 就开多个新鼓咯 喂喂喂 哪有你这么奸牢的 就在这一路一连 在这开玩笑的时候 忽然之间在江湖那里 这样一声 一个人 在江湖那里突然突然 在江湖那里 盖出来的 难道 他是那些水鬼 你不要生人 生胆了 你这个人 在那里受了伤 然后 盘进全力 才游到你这边 来来来 我跟你搁手搁脚 抬他起床 他受了伤 好啊 老和尚和那个少年 两个人 一个人抬手 一个人抬脚 把水里面那个人 整个抬起身 那个叫做韩帕的少年 还立刻 就在自己的马匹旁边 拿着灯笼过来 就着灯笼一指 老和尚已经看清楚 这个受伤的人的样子 咦 怎么是他的 老和尚 暗暗沉沉地 说了句话 他似乎认得这个人的 跟着他单手 就好像一般的稻草人 那样 将这个受伤的男人 整个抱起 然后在自己的怀抱里面 拿着一盒银针出来 双手好像弹琴 一阵乱舞 就在这个男人的胸口上面 插了七支银帮闪闪的长针 银针一插上去 那个男人 当同吐了几颈清水出来 呼吸就马上转回唱信 老和尚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男人的翻 奇怪了 天下间究竟有哪个人 可以打得伤裙呢 老和尚 你认识这个人吗 韩伯 你今天救这个人 也算是一个江湖泉棋 他在江湖上很有名 原本他可以成为 武林新一代之中 最出来拔射个高手之一 他的名字叫做风行典 说起来 他跟我们正念禅宗 还好有渊源 这件事 老和尚绝对不可以不起 什么 韩伯 韩伯听多不如得 增大对眼 各位 这个叫做韩伯的少年 以后 他会成为我们这部书的主角之一 但是现在 他还是一个武林世家里面 负责帮人打掃兵器的平凡少年 根本不懂武功 他现在打工的主人家 在武林中算是有些名气 所以年代 他自己对江湖上种种的传奇故事 那些神秘的经历 都是非常之神往的 但是可惜他地位低迷 所以他人虽然聪明 但是现在 他只能够做些冲茶遞水的工作 时不时还要受到少爷管家的弃牵 他在截无志之中 帮主人家出来做事的时候 就撞到妻子在这个破败的山神廟里面的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的年纪虽然大 但是就跟他很投契 经常说那些江湖掌故 武林传奇给他听 听过韩柏都不知道多上瘾 作为回报 韩柏有时也都拿一些烧饼 素菜 烧酒 来效敬这位老和尚 但是相处了个几月 韩柏真的不知道 这位老和尚原来还懂武功 而且刚才还听过说 他是来自正念船中 韩柏自己虽然不懂武功 但是在武林世家里面打工做事 耳闻目险都知道很多武林的故事 他知道当今世上 在百度武林之中有两大的武林圣地 一个是正念船中 另外一个是慈航静齋 这两个神秘的门派 听说里面的人 武功非常高 但是就很少有人搭触江湖 想不到今天在这个荒山野岭 自己居然遇到一个 老和尚 不是 大师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 什么风行列 他会不会有事的 他正所谓生死有名 他仲利掌力 任何无比 而且 他本身的真元内力 又很奇怪 是非常之虚弱 以他的体质年纪来说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形 所以 我现在只能在暂时保住他的命 至于 他可不可以复原 今天要看他自己的缘分 就是这阵子 外面传了一阵 噓噓噓噓噓噓噓 那么脚步声 咦 是什么人呢 听这个人的脚步声 那么沉重散乱 应该也不懂什么功夫的 但是现在这么晚了 又是什么人 够胆一的人 在荒山野岭外边行走呢 在这阵子 忽然间听到那把沉红的声音 在外边响起 估不到 荒山野岭 居然有客人来到先 如果你不怕被人打扰的话 不如 给我进来借宿一晚 行吗 咦 这个人是几有礼貌 老和尚很平无的 佛门常开 指道有远 往来是客 又怎需要趋分先后呢 施主 如果不嫌不得 请进来 哈哈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估不到这个荒庙里面 都遇到高人在这儿 说完之后 一个人大踏步地走进来 韩柏一 看到这个人 当堂吓一跳 他真的估不到 这个声音这么沙啞的人 原来身形这么宏伟的 他的样子有点丑陋 那对眼都黄金 好像整天都喝醉酒 还没醒 但是 他对手 就比普通人 要长翻多少 就阔翻多少 手指收场结白 和他整身 鞋杂杂的皮肤 就真的不是金灯青 只见他背脊 好像徐徐扁扁扁地 挂着一把长肩 肩膀 就正是搭着一只黄鼠狼 另外 他的手 就在隔壁底 夹着一个很小的包袱 这个人 我想不用问 很多朋友都认得他 他正是现在 离开了路交帮 云游天下的 福与剑 龙翻云 龙翻云一进来 见到那些慈眉羡慕的老和尚 他就走走眉头 哎呀 我原本打算 在这些书 剃了这只畜生 然后 要来烧烤送走的 怎样是这种破绿小鸟 还有大师在这种 这些事 又怎样能够当着大师面做呢 呵呵呵 正所谓酒肉 穿墙波 佛祖就心中恼 兄台 你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能的毒食 不分给老和尚 想试下 呵呵呵 呵呵 原来大师都不介杀生 别人说佛门善待众生 虽然酒肉不影响佛心 但是 毕竟那些肉 是由杀生而来 大师 那又怎样看呢 韩柏 韩柏听这个人 感觉我感觉都奇怪了 啊 你原来说 你原来说 你叫黄鼠龙 似乎作了杀业 但是 换一个角度来说 说不定 也帮他脱离畜生之道 下一世投胎 转世为人 呵呵呵 那他 还要多谢你啊 呵呵呵 答得好 大师 果然是智慧高妙 佛法精深 来 等一会 我才会再给你 那个人一坐下 就举起那些强箭 为那只黄鼠龙 拆骨去皮 他手上握那把箭 有五尺多长 要来刺育 本来就很不方便 但是这个人 他的动作非常奇特 那把强箭 很有节奏 前弯后转 左上右下之地 那只黄鼠龙 已经好像一堆冰水那样 给他刺成 一块块净齐的肉块 老和尚一边看 一边不敢点头餐餐 好 好啊 正所谓 淘丁解牛 都不爱如是 不爱如是 小兄弟和大师 稍等一等 等我外面 撿些柴回来 好快 大家就有黄鼠龙吃了 那人刚刚站身 走着出去没几久 老和尚一肯 现实一片 不 有阵 一阵狂风吹过 眨眼之间 在大箭之上 已经有两个人 站在那里 你两个人目无表情 身上穿的衣服 也都好像寒帕 那些仆人的衣服 不过一刻一白 更加像地獄 嫌罗王前边的 黑白无常 老和尚一望见这两个人 马上一票顺 整个人 盘七就坐在风行热前边 将他的身形 击得实一实 一刻一白 那两个仆人见到 不敢走走眉头 大师是什么人 为何要管这件限事 凡真 乃是正面禅中的广道 风行热风施主 同帝中有渊源 所以 希望国下 能够放他一马 这位广道大师 武艺虽然不高 但眼力很厉害 一看 就看得出 你一黑一白 两个仆人打扮的人 武功绝对在自己之上 但是 风行热就绝对不能够 所以他一开口 就将静焰前中 搬了出来 希望靠这块招牌 可以吓死这两个黑白相魔 究竟风行热 千万 大师 你只是看这招 就知道 你而我们一个人的胆形 那你还想不想做这套价量 原来国下 是摩斯旁翻的黑白衣布 不怕得这么大口气 算了 那我就不如一拍两三 大师 这错误 腹语翻为 第十字架 言正开广 这件广道大师一族身 首长也印象在 风行热的凶狂之上 我不是想做什么 只是想杀了风施主 将所有的恩怨 都消架得干干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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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 一听就真的整个人都傻了 刚才 广道还拼命地要保护风行热 为什么现在闯眼之间要杀出去呢 旁边手下的黑白两个仆人 也都觉得大出意料之外 两个人互相看了眼 脚白三个仆人 哼哼 这样冷笑了两声 果然不愧出身于正宴禅中 哼哼 大师 你手上有风行热 我们也有那个小子 你个小子这么年轻 还有大板年华 如果因为你 就变了短命总是在这儿 那大师你愈心有何忍啊 阿彌陀伐 还不怕小兄弟 估不到今天连累了你 只不过 天下之事 讲求基缘对我知 如果 我饮游你们带走这位风师主 你不 你两个人 会不会放过我们呢 黑白相伏的面色 又是变了变 但是 这阵时 他们望着广道 和韩派的神色 都同时阴冷了上来 杀时间 整座破落的山神腰 就好像落了一场大雪 一阵阵切笔的寒气 在黑白相伏的身上 向前一路涌过来 韩派的手当其冲 再加上他没有练过武功 根本都没有办法运气功护体 震震的寒气 已经冻到他周身 鸡皮都起了 整个人 滴滴地震上来 在这阵子 在门口那树 一把声音响起 转了个变 就来了这么多客人 看来我这黄书郎 都未必够分 那个面目丑陋的大汉 不知道几时 已经出现了门口 他肩膀里 还背着整大菌柴 神态都不知道 多么轻松 但是旁边这两个黑白相伏 就即时紧张了上来 因为 这二十年来 他们一直得到旁班的指点 武功不仅在二十年前 有极大的进景 而且 这二十年来 他们一直都是负责追踪 所以 他们的耳力 都不知道练得多么厉害 在他们的眼里 以为除了旁班之外 当今世上再无人 可以不让他们发觉之下 来到他们身后 但是现在 这个面貌丑陋的大汉 随随便便 还要托着菌柴 居然在他们身后三尺之外 如果不开声 他们根本就不可以发觉 只是这身庆功 已经可以达到来去无中的境界 如果他刚才突然出手 恐怕 你两个子高气阳的墓城 非死即伤 那个老和尚广度 虽然已经一早看出 这个面貌丑陋的大汉是高手 但是 也都不知道他身手 居然可以离开到这样的地步 那个身着白痴的博人 原本还想着捉住韩帕 然后跟广度交换人质 但是现在 这个面貌丑陋的大汉一出现 打斜一起 似乎是有心的 似乎无意的 就已经将他出手的所有方位封死 那个白痴的博人很不分气 几次想出手 但是 想来度去 似乎自己每一招打出去 对方可以松松容容地 在最有利的位置实施反击 他连续想了五六种招数 但是每一招 似乎都有很大的破阵 根本都不可以打得出去 黑白两个博人互相对望了眼 两个人 都在对方的眼神里面 看到那些胆怯之意 浪翻云轻轻松松地放下一招 这招一放 就更加在他们和韩帕之间 做起一个屏障 我现在数十声 只要十声之内 你们马上退走 今晚的事 就此揭露 一 一招都不用手 黑衣博人忽然一招大喝 双手向左边一拳 打横向着浪翻云直撇过来 白衣博人似乎跟他心意相通 也将手向右边一拳 一左一右 同时卷了两股强劲的稀流 向着浪翻云直撇过去 在急速旋转气旋当中 两只手掌同时激出 一人的掌力向左边旋转 一人的掌力向右边旋转 两股方向相反的掌力 产生了很大的拉扯之力 竟然好像 而强硬想将浪翻云扯开两遍 浪翻云望着他们 一些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吞一声 背后的伏羽长剑出手 只在眨眼之间 那把伏羽剑 已经抖出了几十多个剑花 分别向着两人的手掌直撇过去 半空中 好像是很多的气球 被人同时击穿了一样 那两股大起的气旋 被浪翻云的剑花一冲 当时冲到七零八落 剑光闪动之下 这件黑白两名伏人 飞身而退 只可惜 他们退得迟了些了 只见见光到处 两个人身上的衣服 一年被人执了几十个洞 碎步翻飞之间 两个人胸口大腿 手臂背肩肩头 他们衣服上面 一块块碎步飘飞出来 这两个伏人 真是吓得面色都白了 他们站着矮水族都不敢动 浪翻云冷笑一声 都算难得了 居然可以在我剑下全身而退 你们走啦 原来你就是福与劲浪翻云 果然明不虚传 不过你这样做法 就是直接向摩斯宣战 你 你 自然知道后果 我现在告诉你们听 如果明天日出之前 你们不离开五十里之外 我一定拿你们的命 那 那两个伏人的验识又是一变 不过 两人互相望了眼 最终 还发出一声长笑 奪门而出 转眼之间 就已经走到不见踪影 就是这两个伏人 走了没多久 风行列一声新饮 他终于醒了 不幸轮违旁翻 练功劳顶的风行列 他究竟能不能够好翻 那个原本 在他气血崩溃 要死亡的时候 在他身体里面 输入了那道奇异真气 保住他的命的人 又是谁呢 如果按照他自己的估计没错 他的妻子近兵文 是慈航静间的传人的话 他怎么会又成为慈航静间的死敌 摩斯旁般的妻子呢 风行列身上 杀出了太多的谜题 这些谜 以后我们会慢慢撤开 现在我们暂且不说完 经过了那晚 第二早 浪翻云和广道 就互送着风行列离开 而韩柏 也都回到他做事的那个武林世家 韩家庄那边 继续他的仆人生涯 韩家庄的主人是韩天德 这个韩天德的武功虽然一般 但是他的生意做得非常之好 而你做生意赚到的钱 也大部分都拿来资助 好像是少林 武当 这几个百度的名门大派 所以韩天德在武林之中 也都很有人脈 很受尊重 而他大哥韩清风 跟他个性完全相反 武功也比他不少 但是做生意一跳不通 整天都喜欢闲云野学 云游天下 一般他都是两三年才回来一次 一来就探了个弟弟 二来就顺便指点下 给了侄子侄女的功夫 韩天德有五个子女 大仔二仔 都很喜欢跟他做生意 唯独是三少爷韩熙武 还有四小姐韩兰子 五小姐韩灵子这几个 反而喜欢武刀弄枪 整天都跟八派的年轻小学 玩在一起 不过韩天德觉得 自己的家传武功 始终有人要继承 所以也不是这么理他们 每天韩清风刚刚指点完 韩熙武的功夫 韩熙武即时喝韩泊 他们几个博人 快点收回兵器 因为一会儿又跪下了 韩熙武为人心高气傲 他本来以为自己的功夫 已经算不错了 但刚才他们接连几次 被韩清风打了手上的兵器 当中指出武功上的缺点 他的心里觉得很不短 所以现在把脾气 发射在韩泊他们几个人身上 干什么 手脚这么慢的 快点搬过去 啊 你是不是想拿打 谁有此理 你们说 你正义是食色米来的 做少少事 都这么鸡手鸭脚 他四妹韩南只忍不住话 大哥 喂 性败你兵家常事而已 再加上 你们输给大阪 有什么好劳气呢 大阪指点了 你几招啊 那你现在就还有进步咯 哼 不怪别人说 女生外向 手脚是咬出不咬入的 我免得跟他说 我现在就不能找师傅 哼 那你睡得着吗 一会儿有谁来啊 哼 我就不信 你到时候 还舍得离开这处半步 寒稀没有听到 就是说 是 一会儿有我想见的人来到 难道 你又没有挂住那个人了 要不需要我点起他出来 那个是谁呢 哼 阿哥你啊 韩南只快脸一哄 即时转身走开了 咦 又闭口 究竟有什么人来到韩府呢 在这个时候 前院的管家杨四大声响 鬼黑道 马晋升马少爷 马小姐 还有谢少爷播放 哦 原来来的这个贵客是马晋升 韩伯听主人讲起过 这个马晋升的来头果然不小 他今年虽然只有24岁 但是江湖资讯的背份非常之高 因为他不单是洛阳武学世家 马家宝的少宝主 而且他还是少林派 石果锦泉的几个长老之一 无想争的关门弟子 正是这个身份就得人重视了 何况他虽然踏入江湖多几年 但是处事得体 又曾经参加过几战江湖大事 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这个时候 他已经隐隐然成为百度新一代的年轻令狗之一 再加上他样子英俊 所以 无论走到哪 一定吸引得最多的 都是那些怀春少女的眼光 每一次来到韩府 韩家的四小姐五小姐 那对眼 他肯定钉上在马晋升的身上 不用问都是放心暗许啦 尤其他一向对四小姐韩兰子 他心里面都是偷偷地充满一些爱慕之意 想到他望着马晋升的目光 自己的心 就真的又酸又苦 谁叫自己和人家参天共地 如果我亦都有份 像马少爷那样的本事 那韩小姐他 望我一眼 那多好呢 喂喂喂 韩柏 你白犀牛头那样做什么呀 三少爷带大家参观武器库 你还不快去服事 是 是 韩拍下的一跳 一时就走入内卷 这个时候 在武器库前边 韩戏武 和四小姐韩兰子 五小姐韩灵子 陪着几个年轻的男女 又说又笑地走进武器库里面 韩天德自己武功一般 但对于兵器有很强的监想能力 所以在他的武器库里面 也收藏了不少的兵器 每一次 他的武林人士来到 都总是希望能够进去参观一番 韩柏平时主要的工作 也就是打理这个武器库 他住到浪山云那天 就是去隔离村 找了一个有名的铁像 打造新的兵器架 虽然他自己是不懂武功 但是日对夜对之下 对武器库里面 如一种兵器 他都有深刻的感情 尤其是武器库里面 身近进回来的一把后背刀 不知为什么 每一次自己的手 碰到他的时候 就是一种非常之玄妙的感觉 韩柏电定 这把刀 绝对不是平常兵器 虽然看上来 他显得是这么毫不起眼 但是 他的背后 一定有一些非凡的故事 但是除了韩柏之外 韩家其他人 似乎不是这么留意这把刀 正在胡思乱想之间 那几个年轻的男女 已经在韩间的几个少爷 小姐的陪同之下 走得进来 当时一个 和韩熙文一拍地走 这个年轻的男子 衣着华丽 面容精俊 举步之间 龙行虎步 两个人一拍 韩熙武就差几条街了 咦 这个就是马仲星 哇 果然是仪表堂堂 不败得了 韩家两位小姐 一看到她 就已经眼都不眨了 跟着韩家兄妹身后 还有一男两女 其中一个女子 当然就是马晋升的二妹 马心盈 也就是 韩家的三少爷 韩熙武 非常之忠诚果位 但是 其他的一男一女 是谁呢 韩柏和他们打完招呼 就听三少爷 韩熙武的吩咐 跟在旁边 因为他熟悉的兵器 随时 如果客人 有什么要问的 自己就即使 要解答的 听他们聊天 他知道跟在后面 那个穿着黄衫的女孩 就是马晋升的妹 马心盈 他一路走 一路就拎着头 跟后面另外一个年轻的男子 聊天 这个年轻的男子 无论你衣着打扮 容貌气质 看来 他比马晋升的 一点都不输事 至于韩家的三少爷 韩熙武 自从入了武器库之后 就专门留到最后 陪着另一个女孩 慢慢地走进来 咦 平时韩熙武 一见到马晋升 就好像糖痴豆 那样痴 走进去 咦 为什么今天 他反而来陪另外一个女孩呢 韩胖子 不知道有点好奇 定神向那个女孩一望 刚刚好 这个时候那个女孩 也都转头 微笑地望望他这边 哎呀 那个女子是什么样子 害怕居然没办法 看清她的样子 因为这个女孩对眼 居然清洁无比 望入她眼里面 好像可以直接 望到她心底一样 这双眼 里面吻含着一种 令人难以形容的 平静心软 只是望过她一眼 寒怕就断定 自己这一世 都不会忘记这种眼光 她呆了 她呆了 这样站在那里 等那女子 已经走前几步远了 她这样才醒起 哎呀 自己来做什么的 自己来陪黑人的 接下来 接下来 这次 她 这时 她终于望清楚 那个女子的背影 这个女子的背影 身形收场 朝之挺直 每一步 风支都显得是这么优雅 这么无懈可击 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这个女子 虽然只是穿着一件 粗步迹成的白色的衣服 但是这件这么粗糙的衣服 穿在她身上 有一种 任何华贵的衣服 都没办法比得上她 健康美感 这个时候 韩伯最想的 就是看一下她的样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被这个女子 望了一眼之后 她就有一些致残形畏 再也不敢走上前 望多她一眼 只是很虔诚的 一路亦步亦吹的 跟着一个女子的身后 忽然之间 一路慢慢前行的人份 凝了下来 原来马晋升见到旁边一把东洋刀 于是拿上来 就叫和她一起来的年轻男子 长白派的謝青远 两个人一起品评在这把刀上来 长白派 也是当时 百度之中的名门大派 这两个都是很被人看好的年轻一代高手 这时候 接着就借着品评那把东洋刀 互相用说话交锋比赛上来 轻轻一下 马晋升有点肚感 向最后走进来的女子说 对于东洋刀法 我和謝青都各自有不同的看法 梦娥小姐 你来自慈航正在这个武林圣地 对于这些外族刀法 必然是你的看法 不如你说出来 让我们都得下教育 马晋升一边说 一边眼神就望定这位梦娥小姐 上眼之中充满了轻慕之意 显然她已经加紧机会 对这位梦娥小姐 展开追求的攻势 謝青年看着她 面色得有点不自然的想法 显然她对这个梦娥小姐 亦都有着同样的心思 那个女子听到马晋升那样说 那才停下脚步 轻轻的另一头 她没有望着马晋升 反而是看定在东阳都的身上 她一头 看她终于看清了她的样子 哎呀 她只觉得 整个人弯弱先 你真的没办法相信 没办法相信 世间上 她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梦娥小姐最吸引人的 不是她凶山邻居 用这么秀励的轮廓 而是 她那种 好像不值人间烟火的甜淡气质 这股气质 绝对是韩家姐妹 和马心营 这些荣之族粉 没办法比得上的 上帕 你双手迎接手持空气 人不是你杀的 就说是谁杀了 越王啊 越王啊 这件事一定要做得密密实实 看她 是必要死 武器库内 杀人其安 究竟 可不可以真相解法